活动现场 厦门建发集团人力部副总经理魏锦 从企业用人视角介绍用人单位人才需求 为在京高校厦门学子未来规划提供参考建议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协会副秘书长吴小航 对当前厦门人才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解读 就在京高校学子关心关注的就业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邀请厦门学子学成返乡成就事业 对于其他就是非厦门的同学来说 厦门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众所周知就是厦门是一个旅游城市 它就是特别宜居 那大家今天也特别学习到了 就是厦门的人才引进政策 相比起其他的省市还是奖励颇丰的 所以对于外省或者说外地市的人士 在厦门的一个就业 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帮助 那我相信今天这一场推介会就是大家看了以后 心中都有一种冲动就是 我想要留在厦门去工作 去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路岛上 活动发起方 厦门市驻京办党组书记主任王宇表示 市驻京办始终坚持服务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首都建设 服务来京干部群众 着力打造招商引致平台 力求为服务厦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下一步 驻京办将继续发挥 陆驻京堂北京高校厦门籍同学联谊会的平台作用 在北京各大高校聘请更多厦门引财使者 织密北京高校人才信息联络网 还将在北京厦门企业商会及其会员企业 创办人才服务驿站 建立健全人才服务机制 为厦门吸引更多更好更优质的人才 一个是关注这些新来的学生 他们在北京的成长 第二个我们想说在北京 招聘一些厦门籍的招财使者 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 然后他们在各大高校 能够为我们厦门经济社会发展 能宣传我们的政策 能够一个是厦门籍的学者 所有所成之后回到厦门 去发挥他的作用 第二个又能够吸引更多的 厦门籍以外的学者 包括北京这些高校资源 能够回到厦门 为我们厦门高资料发展 能够做贡献 人才交流会后 还举行了陆住经堂迎新联谊活动 来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25所北京高校 100多名厦门籍学生应邀参加